各位好,這裡是NZ 日服檔案三週年了,國際服也準備迎接2.5週年 很高興看到微欄檔案能發展到現在的樣子 也很期待日版更新時裝後會帶來什麼遊戲上的變化 由於最近本人這邊有許多朋友陸續加入微欄檔案 也常常跑來問我一些關於培養角色的問題 所以想在這邊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我自己對規劃的概念 這支影片主要是以我個人的視角為出發點 裡面會有參雜一些主觀的想法和簡稱去講解 也會搭配一些我自己過去的經歷來說明 那不管是新加入還是有資源卻不知道怎麼培養的玩家 希望看完這支影片後能幫助到您 首先規劃的第一步就是獲取情報 幫你獲取到了足夠的情報和資訊 才能更了解這個遊戲到底在玩什麼 和自己想要在這個遊戲達成什麼目標 從而完成整個規劃 另外也能解決許多玩家的我要練哪些角色 和這角色要不要生心的疑惑 那這邊分享給各位幾個我個人常用的情報工具 第一個是Blue Archive攻略Wiki 那日版的檔案Wiki有很多活動資料和攻略可以查看 本身介面是日文 可以看到許多加倍相關資訊 那裡面也有全主線的No More Part 圖文走格子攻略 可以幫助新手快速推圖 下面也有日版玩家們的交流留言板可以看 那我個人是拿來看未來的活動商店 有賣什麼歐帕茲 像是國際服務即將推出的3E活動 這邊都可以看到活動內容資訊 也可以看到活動商店的販賣內容 那這樣就可以讓我去控制我要培養的角色 所需要的歐帕茲數量 那多的歐帕茲就可以拿去丟製造 還有就是KamiGame攻略 這個也是日版的攻略網站 介面以日文呈現 其中我個人有興趣的是 對於角色的評分和介紹 那他也為角色做一些排名 你可以看到每個角色在各自的用途 有興趣的玩家不妨可以來看看 接下來是大家熟悉的巴哈討論版 潛逼大部分玩家應該都認識的版主 疫苗幫各位整理好很完善的資料攻略作業 本人剛入坑時也是收益良多 而最不能錯過莫非與版主 所統整的未來式意圖流 那除此之外還有像是 純實未來式和鑽石規劃書等 都能有效幫助規劃 對國際服務玩家來說相當實用 第四個是Alona AI 這個是韓國的資訊網 雖然是韓文介面 但整合了過去日版的總力戰和大決戰數據 以及組合 配到裡面的分數曲線做成圖表 方便各位參考 那也會有每期的前30名頂分陣容 方便大老玩家們去準備 另外還有禮物和羈絆相關的計算 對於珍愛膽玩家也是很方便的工具 接下來是夏萊DB 這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可以看到當前版本的一些進度 本身也支援多國語言 手機APP可下載等優點 特色為更新迅速 幾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幾本資訊都在裡面 且附有傷害計算機 方便你計算角色的傷害量 最後是YouTube和B站影片 使用方法我就不多做追述 那我會把這些網址放在下面的說明欄裡 各位有需要的話可以去拜訪看看 那麼在獲得情報資訊 了解遊戲大致上的內容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設定目標 並了解要培養哪些角色了 這個環節會提到一些我自己的經驗 但我不太想要搞得像是深度角色評論一樣 所以我會盡量快速帶過 首先我個人將答案玩家分成兩大類 追求強度和休閒玩家 強度中又分成競技場PVP的玩家和總力戰大決戰玩家 那大決戰我個人認為算是總力戰衍生出來的東西 所以在講解這部分時 主要還是會圍繞在總力戰去做講解 那我所知道的競技場PVP玩家 他們會認真研究站位機制和角色之間的互相克制性 以及根據當前版本開發一些特殊打法 像是第四季開始出現的跑速流等 那某些玩家甚至只是為了測試陣容而去吃票等等 競技場三場地 通用的角色除了群和最近推出的泳裝白子外 配農的一隻也是相當平民試用的角色 那某些注重在競技場方面的玩家 也會特別去培養專門對策角色 如瑪麗娜和第五季進攻對策的惠等等 長度的另一個指標是總力戰和大決戰的部分 目前最高難度的Torment 難度很吃角色練度和遊戲理解度 就算老玩家沒抽核心對策角想通關Torment 也要投入一定的時間去摸軸和研究 而Insane也因為時間推進從一開始的直球通關 變成大部分玩家都在花時間凹高分 只為了能保住一檔的獎勵 這類執著於總力戰方面的人 我都歸類在強度這一區塊 而這一張圖是從第一次Torment開始 然後到日版目前為止出國的總力戰 可以發現爆炸鼠的伊羅尼姆斯本來要出第二輪時 不然被一個新的爆炸鼠總力格力國取代 那最近從日版三中年消息那邊得知 時隔10個月的伊羅尼姆斯中要回來了 冠通鼠的部分到目前日版進度為止出現自主高達了7次 在大決戰上也有將Torment難度開在冠通鼠的先例 由此可知迷香在近期的活躍度有多高 而神秘鼠的場次倒是中規如舉 最後是前陣子日版新出的第一個震動鼠總力 毛鬼 那在沒有改排成的前提下 知道總力戰和大決戰的新後順序 可以幫助玩家決定培養角色的順序 也可以有效防止總力戰開了 卻沒有資源拉角色的湧進 儘管如此 我個人還是不建議在總力戰開始前就拉角色 畢竟可能會有官方改排成 或是有人出了新的通關作業 而導致你拉了角色 最後可能卻不需要上場的情況發生 像是我個人就在第一次Torment高姿 前就花了2400個神明文字碎片 將應援團永夜從三星硬拉到專三 甚至在隔天又重複抽到兩隻 結果官方改排成導致國際服第一次Torment高姿 又新春加四子這個強力的神秘輔助 而日版當初第一次Torment高姿並沒有新春加四子 所以也導致應援團永夜變成非必要上場的角色 那由在觀察的玩家應該會發現到目前為止 現階段總力戰的主力隊伍都是以單核前排輸出 加上多輔助的陣容來達到傷害最大化的效果 因此現階段總力戰的主流打法 除了Torment隔離國以外 基本上一定會看到楊迴和鴨子的雙後排單核輸出放大器 以及幽或新春風華的減半降費 最後是擁有乘傷、壓攻、回費等多功能的泳裝新野 而日版最近推出的前排增攻輔助錄影型 個人認為他在未來的透明難度總力戰中 會有更多的出場機會,期待他的表現 再來是針對單屬性總力戰為目標的部分 這邊快速帶過幾個現階段一定會出現在各屬性總力戰的常用角色 首先是前面就提到的泳裝新野 以及不論是在單體BOSS還是群體輸出都會用到的主C亞流 其實在三個爆發總力戰都能看見 現階段除了格力國Torment以外的其他爆發屬總力 幾乎都會看到這兩位的活躍 而在貫穿方面自然就是迷香 可以說所有貫通鼠總力戰,主刀都是圍繞在他的身上去做調整 其強度不必多說,已經算是貫通鼠總力戰的必備角了 另外就是捷利諾 除了眼球主場外,其多功能性也能常常看到他在其他屬性的總力出現 而之後準備推出的泳裝優也是少見的群體貫通特效BUFF 相信之後貫通鼠總力戰也會看見他的身影 神秘鼠的部分,最強神秘單體輔助的新春加柿子 為神秘總力必備 而弱藻本身的技能穩定性加上日後愛用品更新後火力提升許多 也是神秘鼠總力的常客 震動鼠的話我將放到後面再做說明 除了單屬性總力戰以外,也會有人專門針對單一總力去做角色培養 這些角色通常都是不可刷取的專三單體,是群體大C 不然就是特殊場合才會發揮作用 有些甚至只有在Tormant難度才會看到他們的身影 當然如果沒有這些角色說不定也能通關 但由於這些角色的特殊性質,可能會導致通關難度相對較困難或是較難取得較高的分數 那這邊也為各位簡單帶過 首先爆發屬的耶羅尼姆斯 世界的主C、泳裝野奶美和室內的副C沙芝是目前的主要對策角 即本身需要補師機制的新菜和體育服馬力 日版三週年推出的禮服揚奈從技能組來看或許是對應即將回歸的室內場主C 但由於還未上場表現,所以這邊就先不妄下定論 雙場地的Tormant難度壽司 現階段有兔與狼石和主坦越野都能組出頂分陣容 算是很便利的總力戰 而越野在之後推出的氣墊船總力戰也能使用 最後是蛤蜊果 其機制特殊性導致隱線難度需要用到美尼 Tormant難度甚至需要自備四隻以上的普遲抽角 由於除了組合實力,在下一賽季的競技場能看到外 另外三隻角色只活躍於蛤蜊果 因此有許多玩家都不想為了單一總力買單抽這些對策角 接下來是貫通鼠 雙場地的Tormant難度為那現階段需自備的核心常駐角色為能降防的奶愛 而有還耐的話也會在收刀環節更好處理 由於迷香紅臉的關係 天殺不管在總力戰還是大決戰的世界場地還是占有一席之地 眼球野戰的部分,別利諾為主要清怪角色 其多功能性使得大部分玩家本身就會去培養 但室內因為紅臉輸出下降,所以會有自備或珠劍萌這種室內AOE來幫助通關 獲得的機制在透明難度沒有自備千許的情況下通關會較為困難 而世界場地由於迷香紅臉 自備泳裝若早這種能應付關卡機制和輸出兼具的角色會更加舒適 國際服務之後準備面對的氣墊船現階段也都是靠冥香加上一些老獎色就能解決 真的要培養的話可能就剩之後要推出的MELU 而早期大部分的強力神秘角都會限定角 所以也有人說神秘屬是最貴的總力戰 不過以目前來說的話,黑白的抽角只要培養新春加四子 其若早其實就足以通關 女僕艾莉絲比較尷尬的是室內紅臉的部分 導致她除了世界黑白以外,比較偏向是大決戰的角色 至於佩洛洛吉拉的話 也佔主C日向和室內兔女郎花領兩隻都可以用租借的 護C的新春五月和伊呂波也能在競技場看見 而日版三週年推出的伊吹與伊呂波有技能上的互動 還不知道會帶來什麼玩法上的變化 等日版玩家到時候再開發玩法 另一方面,高姿的機制要求群體護盾加群體位移 目前只有體育服優箱與活動角泳裝禁止 後面的常駐PU池、泳裝鷹美與伊心角亞都里有這種功能 但獲散者護盾的厚度多不及體育服優箱 想通關Insan自備體育服優箱將會舒適許多 由於官方改大高姿體積的關係 間接使日向成為了野戰場主C 加上活躍於野戰場的佩洛洛基拉 所以培養的人也很多 室內的P1主C現階段則是泳光子 伊爾要求的鎖定機制主C部分 室內的泳裝藝術菜由於當初有送100抽且為限定角 因此培養的人較同樣有鎖定功能的英子多 那對我個人來說 在泳裝藝術菜的情況下 英子比較像是跟應援團泳業相對應場低的輸出角色 有需要透明難度高分的玩家再培養即可 而這樣看下來也可以發現高姿是目前神秘總力中最貴的 因此想要專精磁總力的玩家得衡量一下 最後是新屬性振動鼠的貓鬼 目前只有單一總力所以放在這邊講 現階段已知需要泳裝花子加上捷梗 來比較好通關insight的難度 而想要通關TOMER難度的話 多培養一隻群體降防和專惡公主即可 接下來休閒玩家的部分 主要以小頭和真愛玩家居多 這些玩家不管角色強度及實用性為何 特地抽自己喜歡的角色並培養羈絆值 而培養高羈絆需要大量的禮物 其最大收入來源則是製造 由於羈絆到50錢落有數值上的加成 所以也會看到許多強度檔玩家角色50半的情況 尤其以迷香最多 而國技服之後實裝的徽章系統 也能讓真愛玩家們展現其愛的證明 但其中要投入的代價 可以說是不輸給強度玩家們 像是招募點數不換學生 而換製造石和將大量素材投入製造 等等 最後像是加劇情玩家和只看劇情玩家 我就歸類在其他的環節 總之 當你目標越多越困難時 課金量的需求也會相對較高 因此衡量自己的課金量是否足以達成目標 也是相當重要的 接下來我們需要衡量自己的課金量 因為課金量的多寡 和前面設定目標的環節來說可謂息息相關 那我個人對這遊戲的課金類別 主要分成無課、微課月卡檔、月三單和大課獎的四個類別 無課不多做解釋 微課月卡檔是指維持每個月大小月卡的續購 而活動時可能會購買必得三星券和角色自選券的玩家 月三單是指除了前面講到的那些以外 每個月的優惠三單6610都會買滿 那我個人也在這個類別中 大課獎是指在月三單的基礎上增加課金量的 我都歸類在這個區塊 那以大部分玩家的第一個共同目標 通過所有引線難度的總率戰來說 我個人認為從零開始的新手玩家所需的時間分別為 微課月卡檔半年以上 月三單大約三個月至半年 而大課獎至少也得三個月左右才能達成這個目標 在設定好目標和決定要培養的角色後 接下來就是資源量的控管了 首先BD和筆記的獲取途徑大多來自於這些 總率戰和大決戰更是最高級稀有度的主要收入來源 而彩數的部分除了總率大決戰商店 以及考試商店外 我每次活動挑戰關卡和乘坐也會獲得 那麼有些玩家可能在凹分期間掉票 導致沒有硬幣兌換 而近期也有上調累計分數的獎勵和上限分數 掉票將會導致這些資源量的縮減 只能說可以的話盡量別掉票比較妥當 尤其是玩入坑的玩家 在素材吃緊的情況下還掉票的話 只會讓後續培養角色上更加不利 神明文字碎片 俗稱母石 主要來源為招募到重複角色時獲得 古池一景大概會有600到800數量 想獲得多一點母石的話 最好就是在三星綠兩倍的中年費斯池多抽一些 而根據每個角色的用途 需要不同程度的開穿升星 這邊各位就依據自己設定目標 再決定是否開穿升星 歐帕茲的來源為懸賞和活動刷取居多 尤其是紫色等級的 大多都是透過大量刷取活動關卡來獲得 具體能在哪些活動刷到哪些歐帕茲 這裡就不做贅述 請各位多加利用工具來查詢吧 那麼這邊也為各位介紹兩個關於資源規劃的網站 第一個是Blue Archive 素材早見表 這個網站是由青海大大管理 可以看到整合了每個角色的基礎資訊和所使用的素材 那角色們所需的歐帕茲也是一目了然 其中最方便的莫過於定選功能 可以將想要培養的角色定選 之後就能看到所有定選角色的所需處材料 其中包括PD和筆記也整合在一起了 可以說是非常方便 那本人也經常使用這個網站 另外一個是Blue Archive Resource Planar 也是一個能規劃資源的網站 那裡面還附加了統計活動AP消耗量的系統 還有可以計算刷取碎片的所需AP量 進而控制試管數 那有興趣的玩家也可以使用看看喔 最後一個環節是評估 評估主要目的在於知道自己的規劃是否可行 那我這邊以一圖流的方式呈現讓大家比較好理解 首先將前面提到的四點先列出來 當我們在確定目標、課金量和資源量後 最後要做的就是評估 如果目標太多、太困難、課金量又不能增加時 就要先審視一下設定的目標是否太多或太難 這時候或許就要選擇優先的目標 而放棄某些次要的目標 如果這些目標在增加課金量後就能解決的話 那就沒有什麼問題 資源部分需要提前備好 才能讓你在當下需要培養角色時 不會有資源缺乏的問題 那資源不足 但課金量足以達成設定好的目標的話 我們只需要延後目標 直到備妥資源後再達成目標即可 那這也是許多晚入坑的大課長比較常面對的問題 他們的課金量足以讓所有角色專三 信用貨幣跟報告和裝備也都能靠課金解決 但筆記BD和歐帕茲彩書這些需要花時間累積的資源 是晚入坑玩家追進度最困難的原因 只能靠時間來解決 而當評估完目標並可行後 我們還是要持續不斷更新情報和吸收新資訊 從而設立更多的目標 那在影片的最後 這邊想分享給各位我自己的規劃秘訣 一、以、緊、保底為前提句規劃 這樣不僅能不影響到整體規劃 去勉強自己調整課金量或減少目標 在保底時心情也不會那麼難受 二、有角色大於沒角色 有時候也有未來是無法預測的事情發生 當需要某位角色卻沒擁有它時 會相當棘手 比如說Torman難度的維娜 沒有自備奶愛等等 三、角色盡量別提前培養 當下有需要再開轉身心 如此才可以在目標範圍內最大限度的保留資源 也不會發生像我前面提到的 姻緣團永夜事件了 首先這邊要特別感謝Komi老師 不僅提供了許多建議 來幫助我改善內容 那Komi老師本身 也是位常常上傳各種攻略的玩家 各位有空不妨可以去他的頻道看看 還有就是我的製友Lemi 擔任了這次BGM的負責人 那上週的檔案Only活動 也有擺碳翻說專輯 我會將兩位的頻道連結放在說明欄 如果各位有興趣也能去看看他們的作品喔 最後這邊想跟各位說的是 由於本人是第一次做這類型的影片 可能有許多地方沒有辦法處理完善 加上感冒和分段錄音的關係 導致聲音不是那麼統一 但最主要我是想傳達自己對 未來檔案這遊戲規劃的概念和流程 希望這個影片能幫上各位 當然有任何問題的話也歡迎各位提出 那在這邊感謝各位的觀看